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比婷和向左订婚的好消息一度占据了热搜榜 谁知在这个甜蜜的日子中向左就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微博手画点赞了一组火辣美女的照片 让人大跌眼镜 这是什么操作呢 出事后向左赶紧评论了郭比婷的微博辟谣 说不知道微博或者手机出了什么故障 但这17个星永远都在 谢谢大家祝福 本以为这件事会成为笑话 没想到郭比婷站了出来 作为未婚妻的郭比婷 可谓是护肤心切在发指教 看着郭比婷在动态上写的 再次请多多指教 网友的心也是瞬间温暖了许多 如果不是郭比婷站出来回应 估计向左就真的说不清了 看着郭比婷和向左的对话 网友也是在留言中写道 一惊一乍 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喝眼 看得出来大家对郭比婷的担心 现在闹剧结束了 但是大家还是替两个人接下来的事情担忧 就连后援会也都紧急帮向左说话 自从向左成功求婚郭比婷后 很多人也是对两个人接下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从向太陈兰早先的做法来看 陈兰对于准儿媳是极为喜爱 只是俗话说豪门的婚姻深似海 一招不胜满盘结束 因为豪门婚姻 娱乐圈多少人泥足深陷 郭比婷和向左闪念般的速度 大家也是希望脚步放慢点 对于很多人期待的婚礼 大家也是纷纷提议 爱情多磨练磨练 希望郭比婷不要太着急